画街上回 把兴站和仓库搬了个家 然后呢 我跟小猫抽空 去打了个一楼 赚了点星星 找空档商人 买了几个升级元件 把这四个兴站 全部升成二级 这拍面倍儿棒 既然神殿这里的箱子 都搬空了 那这个神殿也就拆了吧 已经被我们拆得七七八八了 留在这儿也不好看 水漫了水漫了 我来我来 拿冰灯给他埋住 挖了一天 整个神殿都被我们挖空了 冰冻挖吗 水还会出来 不会的 水已经被填住了 那接下来啊 农场都有了 牧场还会远吗 我们就选在家后面 这一片地方建牧场 首先呢 跟小猫把这里的地平一下 填多少啊 你先看看 就先填到这里吧 我回去拿方块 跟你一起填 平的差不多了 让小猫把这里的树都砍了 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就可以开始建牧场了 用裂纹石砖 先在地上搭个框架出来 这幅的牧场大小 就决定是30乘30了 对了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 那就是阿里买电脑了 以后他就可能给我们直播了 真的是很期待呢 在四个角落往上搭高几个 做点倒置的楼梯 把上面围一圈啊 怎么样 看起来还是蛮壮观的 然后是地板 我们还是用这个叫地板的地板来铺 毕竟他的制作可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呢 就该考虑一下四面墙用什么来围的问题了 如果用方块的话比较不透气 用玻璃的话又比较内啥 所以四雷想去 我们决定用栅栏吧 就用这个木桩栅栏 秀的一下我们就铺好了 最后呢上了前面这一面 这一面就不用炸烂了 我们决定用玻璃 用不同颜色的玻璃 先来一轮看看 OK 赤成黄绿青蓝籽 就这样吧 嗯 我感觉挺好看的 就这样吧 现的没那么单调 那剩下的呢 剩下的肯定也要填玻璃了 挨着填过去嘛 到门的这一边刚好是蓝色 能剩下的最后一个紫色 我们填在门的上面吧 这样右边又可以填蓝色了 两边是对称的 对于强碰症来说 这能是很舒服了 好了好了 填完了 咱们跑到远一点的地方看一下 怎么样 宝子们 好不好看 记忆淘淘山之后的彩虹牧场 太有感觉了 哇